G-Frame F8 大家好,欢迎回到Wilson 玩具季的时间 本来就想过 G-Frame F8 和Mobility Joint Gundam Fol.2 第二弹 但这次就比较特别 会做一个 非常不完全的 一个评论 大家当作清淡 我一直讲讲玩后感 也不会齐款式 尤其是他 因为有些特发东西 家里要做隔离措施 大家都明白 所以 我本身摆好的东西 我就拿不到 砌好的东西 不幸中的大幸 有一些我本身 砌好的东西 砌好的东西 就在这两天 期间 都可以拿出来拍片 首先给大家看 其他有不足的地方 可能 補回相片 和YouTube频道 这次 为何会用G-Frame 和Mobility Joint Gundam 第二弹一起讲 其实在特殊的情况之前 我也有打算这样做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大家可能会知道 我很喜欢Ensemble 系列 那系列是属于扭蛋 那边出的产品 而G-Frame 和Mobility Joint Gundam 其实是食换部门出的产品 其实两者 可能大家未必觉得 很不同 扭蛋和食换 但是 事实上 他们的 产品的 精细程度 或者加工 的位置 或者一些特征 其实跟扭蛋部 有相当不同 这次 利用这两个 算是近期少少 比较红的食换 那边的产品 不算Minipla Minipla 有一个很不同的感觉 反而这两款 就比较像 真的食换 Minipla 现在叫做SMP Sokugang 即是食换 Modeling Project 新的一个全名 但也是叫SMP 两条线都明显地 比较不同的定位 这边像普通食换 那就是 说一下 今时今日 普通食换 和整体的分别 在哪里 好 那先说一下 今次的Mobility John Gundam 先说一下 今次的款式 以马沙子反击为主 有Niu Gouda Sasabi Guyla Deca 的两款 这个就是 你当队长机 Lessin Schneider 的专用机 有一个 其实在马沙子反击里面 没有登场的装备 是孙 应该算是MSV装备 大家对这支炮 比较熟悉的 可能会是 在Unicorn 里面 Guyla 祖佬用的 Angelo 紫色那部 他用的那支炮 这支炮 大家应该对他 比较深印象 很少在Guyla Deca 看到他拿这支炮 另外 有5号 HWS Niu Gouda 用的 6号 就是Sasabi 和Niu Gouda 的浮游炮 招式 装备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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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分布 一个奇特的 7盒 一套分布 所以 作为铺 一箱 10盒 它們就不斷突破 令別人很難分配一套給客人買 這就是相當令店鋪頭頭痛的安排 另外,G-Frame 為什麼我只有啡盒呢? 當然是因為其他盒我拿不到 其實這次主要介紹有兩套 第一套就是這個 之前也有介紹過的Freedom 但如果大家有玩通販的那套就知道 很多裝備都未有齊全 應該這樣說,它都大致上齊全 但譬如是翼、打開有限度 炮伸出來的方式不同 待會再講一講 另外,Justice 沒有正式拍片跟大家講 這次一次過講 但我拿不到它通販的裝備出來跟大家講 直接用這次TB換上去的版本 待會再跟大家解釋 除此之外,你見過後面 也會放了NEOGODA和SASA比的G-Frame FA出來 它們也是一個裝了PB的套裝 又是不齊全套 因為我拿不完出來給大家看 待會就選擇 其他畫面上看不到的裝備 我會選擇它會有什麼 事不宜遲,就正式跟大家講一講 這些實物先 首先,我想講一下這兩個 沒辦法了,只拿到這兩個給大家看 其他那些就關注在隔離區 先講一下Mobility Joint Gundam 我以後感覺得這群製作團隊 絕對是自護粉絲 先不要講分析 我覺得用分析來說是不公平的 因為高達的分析 我之後會補照給大家看 或者大家可以上網看看Mobility Joint Gundam的 尤其是New Golda也好 之前的RX-78也好 分析 是真的差不多更差 現在你去隨便買的SD組裝 近乎是好像... 如果你有玩過SD模型那邊 有個叫Extend Tut 有沒有E-D? 我忘了了 總之Extend 我們稱為SD-EX的系列 就是同一個系列都可以揮揮 分析 還有它是預先塗裝的 這些叫預塗裝 它上了顏色給你的 不是靠分析 是單純靠官方上顏色給你的部分 就遠遠不及Ensemble 我也是因為拿不到出來的關係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在旁邊比較給你看 Gradaka 在Ensemble裡面的分析質素 最少可以告訴你 這裡的腳板是只有一個顏色的 應該是... 這裡有些深綠色的 那些... Ensemble是有做完給你的 預塗裝 但是... 這裡是靠貼紙的 很可憐的 其實... 都不算特別好 我給大家看看 即是... 這些轉彎 你一看都知道 這些這麼多粒粒粒粒 怎樣貼紙 都不會漂亮的 說真的 如果你要玩這個系列 要不就很不介意貼紙 要不就有塗裝的覺悟才好玩 這個Mobility Joint Gundam 就不同 跟Ensemble 基本上 我完全不去做塗裝都好 其實它的質素都已經有一個... 最低限度的保證 但是... 又這麼說 它... 在分析上 雖然做不足 但是... 智庫系的機體 因為以單色為主 即是它有深淺色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以單色為主 所以... 它沒有高達那種... 那種穿崩感覺 那麼強勁 那種未加工的感覺 沒有高達那邊那麼強勁 那種... 而且... 即使不算顏色 其實它的外型也做得好 比高達那邊很多 就是... 尼爾高達這次 我真的甚至乎覺得有一點兒樣子 衰的 衰的說 它又沒有去到很衰的 但是... 不是我心目中尼爾高達的樣子 那... 我覺得G-Frame那裡的表現就好很多 如果以尼爾高達來說 那... 但是就... 嗯... 我覺得... 以價錢來計 它... 其實約莫三十... 三十多元 不會三十元 三十... 你當三十五至三十尾之間 一盒 那... 如果你不是要追求到要裝備 那... 如果你又找到單賣的話 我當你... 可能單賣貴一些 可能要約四十元一盒都好 那... 其實你說過手印來說 你如果選擇適合款式 譬如選擇置戶的款式 它補色亦都沒有那麼辛苦 沒有那麼多位置要補 那... 你見到其實質素上 我覺得 Fair 就是它... 可動上... 我覺得是見仁見智 它可動是不差的 確實 你見我不斷扭呢 就是... 比起 Ensemble 一定是好些 但是你... 你馬上就見到 其實它... 很多東西很容易脫 也都有一些很鬆軟軟的感覺 雖然... 那些... 踢腳啊... 你見到它是... 很... 很... 很高可動性的 你見到它摺曲啊... 這些... 都很不錯的 腳摺曲啦... 手摺曲啦... 摺曲啦... 抹大啦... 各種東西都很不差 可動性 但你就見到了 最主要都是肩膀啦 肩膀真的脫得七彩的 幾隻都是的 不只是居拉德卡的了 就不只是乾不乾涉的問題的 不只是居拉德卡的 那個... 你看到它的結構啦 這裡一顆的 這裡一個坑... 這裡一個坑... 坑草... 就這樣放進去的 那你... 當然就會容易脫掉啦 對了... 所以我... 對於... 這個 Mobility John Gundam 我第一彈就沒有買的 那我就... 如果你說追... 我本身都是想著... 就是... 我砌完沙薩比其實挺喜歡的 很可惜就是... 因為太早砌它 就現在... 留下了在疫區啦 那就... 變了呢... 這兩隻我後來砌就沒事 那就可以拿回來砌 我本身砌完沙薩比是很滿意的 很想追賣一隻自戶號的 但一砌完的New Godad 那把火就蓋上了 那可能都是重點賣一下 一點點自戶款式啦 我想這個系列我之後可能... 都還有些興趣會玩的 但是就真的可能會選一些... 呃... 新自戶款式啦 就... 未必真是... 好有動力 隻隻買 可能... 我其實... 見第三彈有這個... 雷比爾將軍版的李哲爾 其實都很有興趣 那我都到時應該會買 至少重點買的新安州 還有... 兩種不同顏色的李哲爾 去試一試 看看李哲爾這個聯邦系的 量產機又做得漂亮不漂亮 那就是... 都應該會於圖裝裝裝裝裝 我也不知道是全套的 到時再決定 好了 啦... immediately 運動軍華盟的完後感 大家已經直接說到這裏 啦 因為還有G Frame要講 現在呢... 再重新為G Frame 好... 在G院高達和kousad比之前 我又先講這兩個献動 那相信... 大家都好像知道G Frame 其實是... 除了這一個... PB 套餐套 算是通販裝備的加強版套 這套裝備蠻穩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買 除了這套裝備之外 也有流星號 如果不買這套裝備 簡單從結論講起 如果不買這套裝備 其實你做不到這套全彈發射 即自由高達 因為這枝炮在通訊版本只是接著 是固定的 現在新牆的炮也是固定的 我起初以為這枝炮會換成可動的給我 誰知是固定的 然後對翼通訊打得開 但打得開好像比較短 我好像印象中比較短 我忘記了 因為我已經組裝了一個星期有多 我一直還沒拍片 所以我忘記了 現在拿不回舊的翼出來比較 真的很可惜 不可以同時 MG當時開始發明 可以打開對翼 再推之炮出來 新出來的機構 亦都在通訊版上不存在 所以你要玩傳彈發射 打開對翼的傳彈發射 就一定要買這個PB Set 是不是很久 給那麼多錢就是為了一個POSE 這個就沒什麼值得說 其實如果你有興趣看回 自由高達的評論 就可以看回我之前 對上一條G-Frame FA的影片 我這個就不多說它本身的本體 另外這邊的分別 因為沒有拍過片 我亦都拿不回舊的通訊版版本的背包出來 就真的很嚴重 我唯有用我的口說給大家聽 首先我要把背包拆出來 背包拆出來 如果通訊版本的 就沒有了可動的位置 現在有了可動的位置 意味著大家很明顯 我除了拔插這個選擇以外 其實我可以 基本上插著背包來做動作 但其實是否要被角頂住 所以你還是要拔出來拆出來 所以有點多餘 但是你看到它 這個背包還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它這裡加了一個洞 其實呢 就給你 其實我又是那個 應該是有一條透明的裝 插著它屁股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 踩上去做騎乘的動作 就是這樣踩著 然後有支裝這樣搏回來 但又是因為我拿不到的關係 又做不到給大家看了 真的低了 但是現在只有一個G字 但其實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很穩定的位置 我現在其實呢 我的心想不起來 其實通販的版本 其實是有沒有這陸裝 有沒有這個洞 其實你就算有沒有這個可動的位置 你這個位置只要開一個洞 就可以插著它的屁股 就可以站上去 所以其實這次這個PB版本 真的可以說90%穩定的 就真的不知道我那一刻撞了什麼斜 就訂了 應該是有其他同月份的東西 所以就屁股行就訂了 所以這次這套的死人PB 如果你想買流星號 就是反正整座東西 坐了一個流星號 這一個PB的選擇 是完全廢的 可以說是 你基本上完全不需要這個選擇 因為你放進去 你都不把這兩支炮出來 你只要新這兩支炮出來 插入流星號 如果你知道結構的話 你是不可以這樣打開對翅 你都是向後打開對翅 那就是通反的開炮方式 是可以按正常的 向後開對翅 然後就這樣 水平地拉這支炮出來 應該是垂直 垂直拉這支炮出來 那不是水平 基本上 你是完全不需要用到這套東西的 你玩得流星號 就不需要玩這套 簡單說 結論就是 這套東西唯一最後的貢獻 就是地台 你看到地台就寫了名字 對於我來說 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如果你是他兩位角色的粉絲 你可以考慮 對於我來說 我又不會說很討厭他們的 我不是很seed的hater 我不討厭他們 但也不是真的粉絲 所以就 他們這兩個底座 見人見知 真的有粒種子 做得有點兒求其 你問我的字 很普通 不特別漂亮 亦都 不特別醜 粒種子 有些真的像粒花生 雖然 放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真的 畫得有點搞笑 那粒種子 它是一個 有些西瓜 的形狀 一粒花生 對 粒種子 我主要是覺得粒種子 真的有點柔柔的 好啦 這兩位就是這樣 來到這個 食玩部門的食相叉 第二彈 這個食玩部門 其實就是 今次G-Frame之前 一路其實我覺得 都算是蠻佛心的系列 就是它推出很多 PB版本 也好 EX 有些是通販EX版本 也好 其實都是百多二百元 我覺得都合理啦 就是 你玩食玩 一個很大的 好像我玩ENSEMBLE 那樣 有些款式是貴的啦 但是 玩食玩就是為了齊款 你等無形出 你不等到它斷拉 都已經偷笑 什麼時候得來齊款 那你玩食玩有個好處就是 真是幾Kaleo的款式 它都有可能出 不要說齊不齊 至少我選擇非常之多 我儲的款式也非常之多 所以有很多人玩FW 才玩到現在 但是FW現在開始都玩翻炒了 所以我覺得都差不多走到尾了 那ENSEMBLE 反而是SD的最後希望 那這個 如果你不玩HG HG 我就為什麼現在 近年玩那麼多HG 就是喜歡它的收集性很強 那我要什麼款都幾乎可以滿足到我 那所以其實我玩G-Frame 動機又很低 我真是叫過手刃的 那G-Frame 它暫時又未叫齊款 很緊要 但是它有potential 我覺得都 如果你不玩HG 它的potential是在這裡的 但是 為什麼我說它食相差了呢 又不是去到很差 正常地一個食玩部門 即是一個食玩或扭蛋要走的方向來的 我覺得都是 因為它出的密度相對無形高 因為它每次一出有幾款 就是同一彈 今次都四隻 可能有時力其大師 薄膜兩者一樣樣 但是它基本上的開發速度都屬於叫高 你其實做一隻新的東西 然後是為市場所接納的質素 我覺得它的密度應該都要給一點點 respect 所以我覺得它們食相差一點 我是可以接受到的 但是這次 剛才的這個套油門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食相有點差 像我 我不明白價值 都付200 200多的幾個 即是氏片太少了 另外 它有HWS 也是拿不到顯示 不多說了 但通返時浮游炮是不能動的 現在就變成全可動 但這次我不是真的想說他吃上叉 我只是覺得他做得不夠好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他這次 你見不見到 可能要拆出來 他固定浮游炮的方式令我覺得很奇特 這次固定浮游炮的方式是用一扁透明件的 如果你要插完六支 就會再多一扁透明件 伸出去插多三支 這個真的有外觀 其實我寧願他預設定有少許損位 開個洞,穿崩不要緊 你另外插這個 我覺得穿崩感覺更強 我就不理解為何要這樣做 但他已經決定了這樣做 所以沒辦法 如果想穿崩感不太強的 唯一方法 就是 你要把所有六支 浮游炮都射出來 這樣插過來 他都有足夠的透明支架 讓你去做這個顯示 還有G-Frame 最困擾我就是這個腰甲 我又不想瘋死他 如果你已經不想再加工 補色 其實我建議大家瘋死了這個腰甲 其實很容易脫 唯獨是這樣 變成F-ray之後 腰甲已經硬了很多 就不像以前那樣鬆拋拋的 這個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我也有說過 而至於這邊的沙薩比 也一樣 它本身通返版本 就是什麼鬼都沒有了 去到劍也沒有 只有槍 只有盾 那些浮游炮是固定 不能拆得不成 那它現在 就叫做個 變成了完全版 這個完全版的DLC 甚至乎可以變回模型的揭蓋 但是它那些浮游炮 都沒得可動了 要麼就打開 要麼就關上隊 進去 就變成 其實那種 價值的低的程度 以價錢來說 跟剛才Seed那個 都差不多 但是 前後用了之後 那個分別 就比起剛才Seed那個 我就覺得不同的地方 比較多 如果以機體特性來說 浮游炮 當然是射出來 DISPLAY最開心 價值上 我覺得比剛才那個好很多 一來那邊有流星號 之後 這邊已經完成了 這樣就已經完整了 整件事了 所以我覺得 New Golda Saza 比這個Option Set 比較值得買些 另外 它們的地台 也是給了一個專用的 但這次這個地台 沒有什麼彩色印刷 甚至乎連Logo都印出來 就是另外一塊零件 單純一塊零件 就用一個Joint 就插在這裡 就變成了 其實就 超級低成本 它的座椅應該都是 不知道會共用在其他地方 只不過 可以插出來的Logo 放在這裡 我相信它日後可能會 經常會看到這個座椅 但是 說到對這個座椅 最不滿的地方 就是 它很多其他產品 這個位置都是可動的 就是我可以把東西屈前屈後 等等 但是它這個PB送的座椅 居然可以不動的 我固定的 我的角度已經固定了 但是我不用它這個座椅 又沒有打橫擦 這些透明支架的地方 我被迫著用它這支 暫時我還未找到一個 可以在屁股上可動 可以在屁股上可動的 支架 可以取代到這個 即是同時可以打橫擦 它還未出到一個 是這樣的 即是貨食換 在說 未出到一個 我見到適用的 所以 就被迫著用這個 可能要看它食換部門 將來會不會出相關的產品 還要看價錢 看看我值不值得入手 其實這次 就簡單點來到這裡 就在有限制的環境下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review 今期 其實PB的食換東西 我覺得都 聽完我這樣說 你都覺得 其實不算很值得買 反而 ensemble 一直有精密殺 接下來有GQ03D 甚至乎 有神高達 Master 石破天驚拳 風雲再起 實在 扭蛋部門那邊 給我的印象 比較深刻 得罪說句 即是食換這邊 真的要努力一點點 當然 食換部門這邊 我都非常喜歡 SMP 我覺得SMP 當然有時候出得好 有時候出得不好 但是整體來說 的collection 我是覺得非常滿意 尤其是之後 創性大天使 接下來很快會出 那隻 非常之期待 出得 我暫時看的圖 都很漂亮 一到手應該會 立刻砌的類別 在我心目中 到時再跟大家 去review 那隻創性大天使 今次來到這裡 喜歡食換 扭蛋題材的 不妨繼續留言 去說一下 你有沒有想看什麼系列 如果這麼巧 我也有興趣 我就會拍一下 因為如果不是正常 我都會儘量把 quota 留給模型那邊為主 那我就因為 免得拍片的密度 現在可能很難 可以處理太多條 那很多人會採用 上片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 即是把部分選擇 成為只拍照 like那條片 subscribe channel 按鈴鐺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